欢迎收听保岛全世界 我是代班主持人石板明夫 今天非常高兴 我们请国际经济政经专家 以后是作家的汪浩大哥 汪浩大哥你好 石板先生好 今天我们想 最近我们这一周发生的各种新闻 进行一个评论 这一周发生了很大事情 特别是我觉得第一条 我们先讲一下 台湾的蔡英文总统 和捷克的总统当选人帕威尔 进行了电话通话 这个怎么说呢 我记得这几年前川普 美国的川普总统刚当选之后 这个跟蔡总统也进行了这个通话 当时引起了中国的非常强烈的反弹 好像这次的反弹 中国的低度没有上次川普那么大的感觉 您对这次谈话您怎么看 当然这次谈话是非常重要 因为等于是欧洲国家第一次有一个国家元首 他还没有就任 但是已经确认当选了的总统 跟这个蔡英文总统直接通话 而且呢是在中国外交部 几度抗议和阻撓的情况下 不顾这个中国的抗议而举行这个谈话 因为上一次川普总统当选人跟蔡英文的电话 中国外交部事先是不知道的 等于是一个偷极的成功啊 这样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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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话 但这一次是这个捷克的媒体 事先是有报道的 大家已经酝酿了两天了 知道要发生这个谈话了 中国外交部去搞捣乱 跟他们施加了很多压力 提了很多抗议 然后这个总统还是跟蔡英文进行了通话 通话了15分钟啊 谈到了很多事情 也包括他们两个人都是伦敦的LSE的这个校友啊 那么也而且他也表示 希望尽快能够蔡英文见面啊 还欢迎蔡英文可能将来要访问捷克啊 那这样的情况下面 这个事后这个总统当选人 帕维尔他也自己发了推特啊 这个再三强调了 跟这个蔡英文总统的这个谈话的重要性 那他特别是对于整个在乌克兰 和台湾的这个情况感同身受 对于台湾是一个民主国家 捷克跟台湾是有一个共同的价值啊 那所以在这个情况 当然对于台湾 对于欧洲的外交上 是一个非常重大的突破了 我觉得这件事情 真的非常重要 因为有了捷克的总统 做了这件事以后 那下面可能东欧很多 对台湾友好的国家 像立陶宛啊 爱沙尼啊 拉脱维啊 甚至波兰 都有可能跟上 发生类似的情况啊 对我觉得啊 就是说 我感觉最近啊 就是过去 就是在台湾问题 想突破的时候啊 一开始我觉得 就是大家是安斗陈仓嘛 偷偷摸摸的嘛 在中国发现的时候 这个沐以成舟的情况比较多 比如说川普在这个 刚才几年前四五年前 打电话时 然后呢 赖清德副总统 去日本参加安倍的藏业 是吗 属于沐以成舟型 突然间你发现的时候 我已经到了 对 然后呢 但是说最近呢 开始明目张胆啊 比如说佩洛西要去 我之前告诉你 我要去了 我要去了 然后呢 呼吸心喊话 喊半天呢 我还是去了 这次也是 这次捷克一个小国 也是公开叫板嘛 我要打电话了 我要听电话了 然后确实打了 我觉得这一点 是不是中国对国外的制裁啊 是不是 就是怎么说呢 大家看破手脚了嘛 过去觉得中国很恐怖 就是说你们那个后果 一切后果由你来付 大家以为有什么后果呢 后来看着好像中国 没什么后果 中国对欧洲的制裁 就是说 它有什么地缘政治上 或经济制裁 你觉得这些小国怕中国吗 中国能抓住他们 实际上这些小国是不怕中国 因为前一段时间 中国搞一个什么 东欧国家的16加1嘛 中国11的16国家 后来有一些东欧国家 就退出了嘛 16变成14了 变成15了 那这个捷克也在这里面呢 上一任捷克的总统是相对比较亲中的 那现在这个总统就比较反恶 然后也反中嘛 那所以他们能够制裁的有限了 当然就是中国可能贸易上少买一些捷克的东西嘛 捷克重工业也比较强 有一些东西 而且捷克两年前他的议长来过 对啊 两年前他的参议院议长来台湾 那个时候已经制裁过了 实际上没有太大效果 这个被全世界发现以后 就可能对中国这个恐吓是越来越不管用了 而且就是捷克名义 就是这个议长来台湾访问了 然后他们制裁了 后来议长又再次当选了 所以这个议长觉得我去了也挺好的 我还再次当选了 所以现在这个总统看 挺好的 我跟台湾通话了以后 捷克当地的名义是非常支持了 对对对 我在日本我比较了解日本的情况 这些政治人物最在乎一点是自己能不能当选 他挺台湾对自己票有帮助的话 就一定挺下去 是 毫不犹豫了 是这样 那么我们按照这个讲法的话 我们就看到下一条这个新闻 这个布林肯 美国的国务卿 马上这几天就要到中国去了 这个是一个非常 就是说上一次好像是布林肯 跟杨洁篪见面的时候 在阿拉斯家 对 这个拍桌子瞪眼睛 对 这一次好像中国态度也软下来了 您怎么看这次布林肯访问中国 这个是去年十月份习近平跟拜登在印尼巴厘岛会谈的一个后续的访问 那这个习近平三年没出国了 后来出国以后就去了这个巴厘岛参加G20的会议 然后有跟拜登做了一个满长时间的好像四个小时的会谈吧 那会谈了以后 这个后来就是刘鹤跟美国的财政部长叶伦 在这个瑞士也进行了会谈 那现在这个布林肯国务卿也去这个中国访问 特别是中国刚换了新的外交部长 这个秦刚 那所以某种意义上 最近从中国政府的态度战狼外交的姿态似乎有所放低 对美国的姿态有所这个缓和啊 那另一方面美国对中国的制裁 特别是像晶片啊 特别是华为啊 特别是各种的这个跟晶片有关的技术和设备的供应啊 制裁力度还在不断的加强啊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有点这个有点服软的这种姿态的话 那布林肯在这个时候去的话 可能会对于管控美中冲突的风险有所帮助嘛 第一就是说双方的这个关系是不是能有所缓和 第二就是特别是在乌克兰问题上 这个这个中国不要背着这个西方世界 背着美国偷偷摸摸的资源俄罗斯 这个美国要进一步的向这方面施加压力嘛 那然后还有一些可以合作的地方 像气候问题啊 可不可以再进一步的有所合作啊 那当然台湾问题也是一个比较重大的问题 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美国共和党的麦卡锡 他最近当选了美国的共和国会的众议院的议长嘛 可能很快要来台湾访问 那这个布林肯去跟这个北京谈一下 也管控一下这个风险嘛 那应该知道 那培洛西都已经来过了 所以麦卡锡访台应该是 相对比较确定的事情 具体时间还没有确定 但是有个说法是可能在4月份就会来嘛 那在这种情况下 布林肯也应该会跟中方谈一谈 不要为了这个麦卡锡访台的事情插枪走火嘛 对 不过这个点都是谈一下 但是对中国来说的话 这是歧视骑虎难下 上次表演的那么那么那么大嘛 一个这个 布林肯说军事演习 把粉话都放了 对 而且好像是他 其实对美国制度发动好几期制裁嘛 是 包括军事对话 好像军事对话 最近悄悄就恢复了嘛 是 是 他是不是不搞布林肯一安又要中断 是 他现在的话 这个中国对美国的制裁 说老实话很有限嘛 他这个呃 什么美国有一些什么官员 什么不允许他们在中国投资了 什么不允许他们要要要要没收他们在中国资产 他们没在中国根本没资产啊 对对对 然后这个呃 然后这个有一段时间什么要要要要抵制双方的这个人员交往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呃 中国疫情很严重 很多中国人要去国外的话 其他国家都有点害怕 接受都有点困难嘛 那呃 所以我想这个呃 制裁中国能够反击的东西也有限 呃 只不过就是有时候呃 话放的太狠 他要来军事呃 军事演习要试飞导弹 然后如果是麦卡锡的飞机要来 他解放军也要有飞机取飞 万一插枪走火 嗯 这个造成的这种状况 我想是美中双方比较关心的怎么样 你你可以表演 对对对 你解放军你可以表演 但是你不要插枪走火呃 不要走过头 我觉得上 我觉得这个很诡异 就是说布林肯决定去北京之后 嗯 美国立家亲共和党的媒体 把这个麦卡锡要来的事情爆出来了嘛 对 其实就是按照中国话 就是给这布林肯上演要了嘛 对 你去想跟中国恢复小小阳春嘛 对 布林肯不是好像在芝加哥大学表演中说 这个美中关系紧张已经缓和怎么样嘛 嗯 共和党其实也并不是很乐见 他跟美国这个美中关系的缓和 那么我觉得中国他现在就是如果 不给配合心脑那么大 麦卡锡来的时候 如果他装不知道 嗯 那这好就是 以后议长访问台湾就变成常态化了 对 议长访问台湾肯定是常态化的 因为如果这次 麦卡锡来成的话 等于是民主党共和党的议长都来过了 对对对 下面可能就是 这就是再要往上升级 那就是布林肯自己得来嘛 对对对对 当然最重要 蔡总统要去美国 对 会讲话嘛 我觉得这个也是 当然从台湾的角度来讲 是很希望蔡总统能够有机会 去美国国会发表演讲 对对对 我觉得如果说这麦卡锡来 来个的话 国际社会反应不是很大 中国反应不是很大的话 我想这个蔡总统 就为了蔡总统访问美国 创造了很好的条件嘛 就是让他脱敏嘛 让中国一点点脱敏嘛 对对对 这个事情让你接受现实嘛 对对 另外一个我觉得麦卡锡来了 这个时候 比如说日本 对 还有欧洲嘛 什么英国 法国 什么各国都有议长嘛 对 他们就来中国的话 来台湾的话 那中国就不好意思抗议 因为美国都去两次了 你怎么光抓我嘛 对不对 对对对对 捷克的议长已经来过了嘛 对对对对 也没有什么关系嘛 对那然后这个说老实话 现在这个美国国会的话 麦卡锡当了议长以后 他专门成立了一个国会的关于中国问题的一个小组 对 专门研究美国怎么对抗中国的 对这个小组也提出甚至说要跑到这个小组 就要跑到台湾来开会 对对对 要开听证会啊 这个如果是这样的话 也算是一个蛮重大的事情 如果这个当然我们这个台湾这边是很欢迎 全世界各个地方的客人 只要有愿意来的我们都很欢迎嘛 嗯 不过有一部分台湾的这个同派也说 我们让你们不是很欢迎 你要好好考虑 也有这种声音 他说他也有事情做啊 他们反正麦卡锡飞机来 你们也可以去冲山机场这个去抗议嘛 这个台湾是这个自由民主国家 有愿意抗议的就愿意抗议 有愿意欢迎的就去欢迎嘛 对对对 好 那么我们下 就是最近这是这个俄罗斯外交部透露的消息 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今年春季将访问莫斯科 这个是这个俄罗斯认为这是两国的头等大师啊 然后王毅 中国的这个现在的就是什么 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 就是这过去是王毅嘛 就是过去是国务委员嘛 这个现在升联官职在国际上好像降职的一样 对对 王毅那个就是以前杨洁篪的这个位置 对对对 政治局委员 中央的外事办公室主任 说他先要访问俄罗斯 对 然后再有习普会 我觉得这一点这个是蛮蛮诡异的 这个时候中国是去俄罗斯 的话他是想做什么去的 你怎么看这个 这个事情就是中国跟俄罗斯的关系 似乎有点反复 前一段时 一一年多以前 在俄乌战争爆发之前 这个普丁不是来中国参加这个冬奥嘛 冬季奥运会 然后跟习近平签协议 然后说这个中俄关系上不封顶了 这个无限的友好 那后来打了一年下来 这个这个中国新任的外交部长秦刚 跟俄罗斯外长谈话的时候 就变成了降级了嘛 变成什么这个不结盟 什么不针对第三方 什么这个这样的一个一般性的外交关系了 那现在这个习近平又要访问俄罗斯的话 那当然有可能要把这个关系又重新再拉升上去 那现在问题是 俄罗斯现在这个乌克兰战争中 打的灰头土脸啊 现在这个如果是 四月份习近平要去访问 俄罗斯的时候 乌克兰如果在 战争的前线上面有一个大反攻 把俄罗斯军队打的一塌糊涂的话 如果碰到这种情况的话 习近平跑到莫斯科就很尴尬了 那普丁说我现在这个前方 这个二十万军队现在被包围了 要投降了要输了 那你怎么办 你赶紧资源我武器吧 那习近平怎么办 所以我觉得这个时间点 实际上对习近平来去俄罗斯 是有很大风险的 他有可能碰到这个战场局势 发生重大逆转的时候去 对就是如果打败了 俄罗斯正在商量要不要投降的时候 你这个客人来的我没时间给你 对我们说不定普京就政变了 对对对对 那政变的说不定习近平一起扣 这个可能的 因为你你如果是这个四月份 因为这个近 最近这个这个十二月份到现在这个是冬天了 乌克兰俄罗斯冬天 所以打仗没办法打嘛 所以大家就停一停了 等到三四月份春天来了 那然后当时那个德国的报式坦克 美国的M1坦克已经到了 这个乌克兰如果大反击 把俄罗斯军队打垮的话 那习近平到莫斯科的时候 那不就很尴尬吗 对对对 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好我们现在开始想继续谈一下这个俄乌战争啊 俄乌战争马上就一年了 最近呢就是说各国给乌克兰提供武器的问题 是就是说变成国际社会非常关心的一个话题 这个现在坦克基本上 一开始德国是比较消极的 现在已经决定这个提供了 而且就是据说要有一百台以上的坦克 要提供给乌克兰 现在下一个问题就是说飞机要不要提供 现在呢就是美国和英国好像是还比较消极 但是说这个波兰和荷兰 甚至法国就有可能提供这个战斗机 对于这个军援乌克兰这个问题 您怎么看 对我觉得当然第一方面是地面部队啊 这个攻击型的武器坦克是比较重要的 那现在欧洲和美国达成的协议 大概很快在两三个月里面 会给乌克兰一百二十辆到一百四十辆的坦克啊 包括德国的鲍尔坦克这个和美国的M1坦克 这都是非常先进的也是这个西方的主力的坦克啊 那这个坦克如果进入了乌克兰部队以后 对于乌克兰军队进攻俄军会是有一个蛮重大的帮助啊 那这个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 那下面一个就是讨论乌克兰希望俄罗斯 乌克兰希望西方国家北约资源它飞机啊 战机那乌克兰的空军基本上在一年以前开战 初期就被俄罗斯军队消灭了嘛 基本上没有飞机 那现在的话他们希望西方能够援助它 特别是援助这个比较新的F16 那也是台湾空军的主力飞机嘛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除了这个飞机以外 主要是飞行员也是一个问题 因为乌克兰本身也没有什么飞行员会开F16的飞机 所以如果真的要援助飞机的话 可能还需要有一些招募一些国际资源部队 国外的会开这些飞机呢 这个退休的飞行员来帮忙开这个飞机啊 那这个可能问题就相对比较复杂 那现在好像是说这个法国也有可能这个提供飞机啊 然后这个荷兰还有波兰都有可能提供一些F16的飞机 那如果真的能够这样的话 当然对乌克兰军队也会也会有帮助 那另一方面这个有消息说 这个俄罗斯军队也在动员新的 要有20万的军队这个动员起来 然后这个派到这个乌克兰境内作战啊 所以这个有可能春天一来的话 整个双方就会又发生一次比较大规模的这个冲突 看看这一次这个春天的战役的话 是到底双方哪一方会能够比较比较这个领先 能够比较这个有有有胜仗 那如果在这个时候这个习近平在莫斯科去访问的话 可能也会碰到一些不可预想的这个状况啊 我想也许有可能啊 就是说现在等于说这个战争俄罗斯已经输掉了 就是说现在只是如何结束战斗战争这个问题啊 那么就是说当然说如果说飞机嘛 我想就是一开始坦克大家都是 这次援助是一点点加码的嘛 战争刚开始 俄罗斯只提供了钢盔 美国德国只提供钢盔嘛 那所以说现在已经坦克已经OK了 那如果说飞机提供出去 那飞机啊飞机是我的 然后飞行员你也没有嘛 我再让一批志愿者飞行上去了 那实际上我就参战了嘛 那等于说北约国家的各国都已经参战了嘛 怎么解释不清嘛 你飞机飞行员全是你的 那实际上这个历史上发生过嘛 在所谓中国抗日战争的时候 一开始是苏联军队 红军有很多飞行员来中国参战 后来是美国军队 美国的那个飞虎团 又来这个 对说是退役的 退役的飞行员 其实 对所以也有是为个参战提前退役的 对不对 就是表面上没有参战 实际上是已经参战 那这样的话 我想会不会是派习近 不 俄罗斯要求习近平来当核实党 嗯 就是说聚来以后 大家都别打个别打个 好好坐下 大家谈一谈 是不是这个俄罗斯开始服软 让这个习近平去调停 那调停以后呢 当然说当核实党嘛 我们就看到就是说 核实党有核实党的好处嘛 嗯 中国是不是想借这个机会 这个一个是在国际上 扩大自己影响力 另外一个俄罗斯的很多的 就是变成中国的附属国之类的 如果这样的话 国际这个形势可能会有很大的改变吧 我觉得这个事情确实是有可能的啊 当然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俄罗斯军队在战场上 跟乌克兰打仗打得被打得多痛啊 如果俄罗斯军队这个在今年春天的这个战役中间被乌克兰打垮了 那顶不住了 乌克兰甚至有可能反击把俄罗斯赶出乌克兰东部了 那当然俄罗斯就有可能要急着要和谈嘛 那另一方面这个如果乌克兰被军队被打垮了 打得一塌糊涂了 那这个重新基辅被包围了 那有可能乌克兰要和谈啊 那现在目前看来比较可能的是俄罗斯军队被打垮嘛 因为整个西方的力量都在乌克兰背后嘛 那在这种情况下这个习近平会不会愿意出来当和事了 来做调停啊 那这个可能性是有了 但问题是乌克兰是不是真的愿意听了 因为从乌克兰的角度来讲 我真的把俄罗斯军队打垮的话 我当然第一目标是要把俄罗斯军队赶出去嘛 从乌东赶出去从克里米亚赶出去嘛 如果不赶出去之前 乌克兰是不想要和谈的嘛 就是我觉得就是看底线在哪里嘛 就是说俄罗斯已经决定不行撤军了 但现在撤回来的话 还要面临的巨额的战争赔偿 说不定还有一些战争犯罪人就送上国际法庭啊 这一点如果中国快到这个情况中国出面的时候 那个俄罗斯撤军就好了 那个赔偿也不要了 军事法庭你们也算了 会不会乌克兰 这个条件乌克兰说不定还可以接受吧 但是问题是 俄罗斯已经有4500亿美金的资产在西方被冻结了嘛 美国已经开始把其中一部分钱转给乌克兰了嘛 慢慢就要把这4000多亿都给乌克兰 这得全乌克兰是要的 不能够不要 乌克兰重建是需要钱的 那就得俄罗斯抽钱了 这个对俄罗斯的所有的这个资产阶级 就是有钱人来说都是一个悲剧 很痛啊 这个很痛啊 这个4500亿美金这不是小数字啊 对吧 OKOK 那么我觉得还有一个中国国内啊 虽然国际形势这个顺序万好 但是中国国内基本上主要语言还是支持俄罗斯的嘛 当然当然 对对对 我们看到最近有一条新闻蛮有意思 就是说中国的德国的驻中国大使馆 在官方微博发出声明呢 就是我们要删除一些不友善的言论评论 为什么就是最近啊 这个中国的小粉红在这个德国的大使馆上写的什么 美国的狗啊 或者什么北溪二号到底是谁炸的 你们敢说吗 什么第二次世界大战啊 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啊 就是一些非常谩骂中国的声音 这个德国就说嘛 虽然有言论自由 但是说是有底线的 而且中国这些小粉红 你们只敢批评外国 你们就根本完全不敢批评中国政府 我觉得这一点 中国这个小粉红确实是一个 在全世界已经变成非常有名的名词 我想全世界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在国际上 这个国内的这些网络暴徒能够有这么有名啊 对小粉红现象您怎么看 对这件事情实际上有点奇怪啊 因为德国驻中国大使馆在微信上发一篇文章 本来是纪念讨论德国的这个希特勒的纳税 在90年以前正好是90周年 怎么在德国掌权 然后对犹太人犯下的这个可怕的政策 然后终止了德国的民主宪法 然后实行了独裁然后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给世界带来了灾难 实际上是德国政府自己在对德国的历史做一个总结 一个回顾一个反省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中国人民也应该欢迎吧 你德国政府在反省自己90年前 为什么会变成法西斯的这样一个一个历史吗 可是结果中国的小粉红去德国大使馆 对这个文章去骂他们说你们是美国的走狗什么 这个美国根本扯不上 所以这个当然就是就是搞了这样的话 德国的大使馆也就火了嘛 说你们来骂我们 你们敢用同样的话骂你们中国政府吗 这个你完全是双标嘛 然后这个我们德国人自己在批评自己的政府 90年前犯下的错误 你来批评我们干嘛 这个中国小粉红现在就是到处去找人麻烦 去挑战别人完全不讲逻辑 就讲双标 就像我们以前讲的一个笑话 说这个美国人到苏联去访问 然后跟这个苏联人在红场上讨论 然后人家说这个我们美国人这个有很多民主自由 我们可以天天骂总统啊 然后那个苏联人说我们也有很多民主自由 我们可以天天骂美国总统啊 他说我们不能骂苏联总统啊 就同样的逻辑嘛 中国就是这样 天天这个小粉红就是这个叫喝地沟油的命 这个抄着中南海的心嘛 整天去管别人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现在中国就是好像最近的战狼外交是有所收敛嘛 但是说这个小粉红中国的疑问还在四处出征啊 那如果说中国的这个政府突然间软软下来的话 这个中国国内我估计有很多很多事情摆不平了 就是在赵立坚他们这个战狼外交出现之前 我们那时候在北京当记者 当时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常说 他们说我们经常收到的最多的礼物是钙片 就说我没有骨头嘛 吃钙片补骨头嘛 就是当时中国就是这么风 现在估计马上可能也要回去了 但是同时中国国内的经济 其实现在是非常非常糟糕的状况 这个纽约时报报导呢 说因为中国打压这个过度债务加上经济放缓 致使这个开发商没有资金枯竭 造成了这个难以暑计的这个赵尾楼 致使这个购房者这一辈子的这个储蓄啊 就是变成个噩梦 对这个中国赵尾楼现象和中国的经济 您怎么看 不过赵尾楼现象当然是很严重了 这个有有有说中国可能有几百万套的 起码有几百万套的房子 现在还是烂尾楼 那去年年中曾经一度变得很严重 很多地方的楼盘的楼主都停止交贷款嘛 然后这个要这个全国中央政府的地方政府 都要实行保交楼嘛保证交楼嘛 这个但搞了半年多 实际上没有很明显的改善嘛 因为说到底 就是房地产开发公司和地方政府都没钱嘛 没有现金流 所以才造成了烂尾楼嘛 那现在问题是你买房子的人知道我这个楼 比方说本来是今年要造好的 你现在三年之内都造不好的话 他就不愿意就继续付按揭贷款嘛 那这个情况实际上并没有明显的改善 所以我觉得这颗炸弹是随时可能会继续爆炸啊 那这个烂尾楼的这种情况 以后也许会有一些反弹 因为中国整个房地产市长已经不好了一年了嘛 中国政府最近采取了很多措施 想要把这个房地产给他推上去嘛 我觉得技术上做一些小小的反弹是有可能了 但是这个结构性的问题 就是中国总体的这个人口出生率在明显的下降 然后这个一般老百姓就是没钱 地方政府就是没钱 这个老百姓的消费行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经过这三年的疫情 大家都还处于一种逐渐恢复的状态 要他家一下子就重新回过头来拼命买房子 我觉得这可能性是不大的 对 而且我觉得就是中国的人大部分把钱都放在这个房地产上 然后呢 就是说很多人呢 就是说所谓刚需就是要结婚啊 需要买房子的人 但是我觉得这个南美国现象一旦出现之后啊 这个大家十年怕警生嘛 一定我自己周围人有一家碰到这种情况之下 即使最后政府把这个钱补上 让这个南美楼给他填补上去之后呢 以后再买房子的话 谁也不敢买了嘛 都买现房嘛 但是中国的这个南美楼的经济 中国的房地产经济基本上全是就是预期房嘛 所以他这个我觉得今后是非常非常严重的 另外一个在中国的工地 我在中国当然十年纪就很清楚 这个南美楼一旦出现的话 他那个工人没有薪水就一个看门的人嘛 然后呢 风吹日晒啊 建在一半的房子 他就可能再开始建的 不见得这个房镇各方面都会出现问题的 是是是 所以财量是有问题的 对 所以一旦那个安美的话 而且他换一个厂家去接工 可能那个砖呢 水泥都不一样 所以说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好那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好那么我们现在继续谈 我们谈一谈台湾内部的新闻吧 昨天那个陈建仁行政院长 陈建仁内阁已经开始就任了 那么现在呢 就是说对这个新内阁呢 有人说没有什么亮点 有人说这是一个暖男内阁 等等的这个状况 但是台湾马上就有选举了嘛 这个内阁的任务也很重 您怎么评价这个内阁的构成 当然这一次内阁这个顺利的接班 这个上任了以后呢 第一比较重要的事情就是所谓 6000台币的现金 没人发现这个事情尽快处理啊 那现在实际上行政院的议案已经送到了立法院 那是被国民党故意耽搁嘛 本来这个春节之前就可以讨论了 但是国民党找了一大堆理由把他封杀了 所以现在这个情况本来大家以为 这个过完年就可以拿到6000块钱现金了 现在看着样子这个国民党还在捣乱 还不让大家这个行政院的这个法案 很快通过的话 可能要弄到四月份以后才能够拿到这个现金嘛 所以这个全国的听众 如果你想很快拿到这6000块钱现金的话 赶紧给你国民党的立法院的议员打电话 要他们赶紧通过行政院的这个议案嘛 不要再耽误了 这个有钱大家能早点拿就早点拿 为什么要拖泥带水的 反正最后还是会拿嘛 干嘛要耽误这两个月 那这个陈建仁的话 他现在这个团队上去了以后 当然就是要有一个 蔡英文总统赖清德副总统陈建仁 巡政院长的一个铁三角嘛 那陈建仁也会参加这个国安会议 也会帮忙这个执行 这个蔡总统交代的四大任务嘛 这个现在当然是第一阶段就是盘整各种防御措施 因为按照台湾的这个生活正常化 以病毒共存 现在可能这些防御措施会有所松绑嘛 而且这个比方说像从中国来台湾的人 这个前就一月份的时候 入境的时候要做一些PCR检测嘛 现在做到这个星期底 2月6号以后就不再做了 就基本上放松了这个入境的这个限制嘛 这这这这这一些 然后可能戴口罩的一些限制 也都会进一步的放松 然后第二阶段就是在顾民生的方面 社会照顾方面做一些检讨 这个这次民进党对于败选的检讨中间 也特别关注到了对于这个去年受疫情影响的 服务性行业中小企业的一些照顾不够 所以可能要在这方面采取更多的措施 来给服务性行业中小企业有一些照顾嘛 那第三就是要提升国家的基础建设 前瞻计划继续执行 能够加快一些基础建设 和新能源的这个 这个进一步走向绿能的这个发展 然后第四这个核心产业 那个除了这个全球供应链晶片方面 这个大家知道我们几乎每天听到一个 关于中美晶片大战的这个新闻嘛 这方面台湾的产业链的地位越来越重要 那台湾怎么样能够进一步巩固这个产业链 然后要发展其他的战略性产业链 这个方面这个要进一步的这个加强 不能够只有一个产业链嘛 所以我想这方面行政院长 应该还是会有进一步的计划了 那这一次几个新的任命的官员中间 一个比较特别的亮点就是 这个外交部的副部长嘛 这个李纯 他是研究这个国际贸易关系的 这个特别专注这个世界贸易组织 和这个CPTPP的谈判啊之类的问题 那这个任命他做外交部副部长 希望他在帮助台湾政府在走向国际组织 国际贸易谈判方面能够有进一步的推动工作嘛 我觉得这方面我们也是比较期待的 对我觉得这次怎么说呢 陈建仁的内阁的话 在这一年其实对台湾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年 这个可能总统大选在统独问题上 会吵得非常非常凶 那这个陈建仁内阁的好像 好在他这方面的颜色并不是很强嘛 就是渐渐能够把经济顾好 这个我认为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那么下一个话题 最近呢这个赵绍康战斗篮的发起人呢 他讲到就是说侯友宜不要想等着征兆 要选就出来参选 所以这次我想国民党 这个民进党基本上这个赖清德代表民进党出选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但是国民党的话确实很难出选 就很难看出来嘛 我问到一个人他说蛮有意思 他说现在啊朱立伦这个郭台铭侯友宜 各占33% 赵绍康占1% 还有张亚忠 还有韩国瑜我也不能完全排除啊 这个实际上国民党的方面 至少南韵方面有六个可能候选人嘛 这个朱立伦侯友宜郭台铭 这是第一线的 第二线有赵绍康 这个张亚忠 韩国瑜也是有可能的 然后那个柯文哲也有可能跟蓝白和 所以这个赵绍康当然是希望这六个人都能够初选 同时初选 这个如果是要辩论的话那赵绍康可能最会说了嘛 所以这个侯友宜最不会说嘛 这个如果是六个人站在一排辩论的话 我想这个侯友宜一下子就被赵绍康比下去了嘛 我想这个嘛 后边三个我们先可能性不大 可能大的这三位的话 您能每个人稍微点评一下嘛 后友宜朱立伦和这个顾台铭 对我觉得这个朱立伦最近这个气势已在往上走 因为这个去年九合一大选 他作为国民党主席领导这个九合一选举算是大胜嘛 所以这个朱立伦在党内的国民党内部的影响力的地位也在上升了啊 那第二一个朱立伦他最近也是就媒体报道 我看到联合报报道 他在指挥这个党部对于这个国民党的两岸政策要提出新的论述 今年三月份他们要提出怎么样推动这个跟北京 跟中国共产党做这个关于经济问题的会谈协议啊 这个就是先经济后政治嘛 又要重新去搞这个服贸协议 国民党这么多年都只做了一件事 对不对 就是要怎么样做一个 就是太阳花雪印搞掉的那个服贸协议 也许国民党又想重新拿出来谈 重新做一个翻版啊 那这个第三当然朱立伦他是党主席嘛 所以他要决定一个总统提名办法 那据说是三月初会提出来一个总统提名办法 那看有什么人要来报名参选嘛 那现在赵少康和张亚中已经明确宣布 他们要报名参选嘛 那郭台铭要不要回国民党参选 还是郭台铭可以自己独立参选 这可能性也不完全排除嘛 郭台铭跟柯文哲合作独立参选 也是有可能 对他作为民进党的民众党的候选人 民众党有这个总统门票嘛 所以不一定需要不需要联署了 直接就是郭台铭加入民众党 或者民众党提名郭台铭参选 这个可能性也是存在的啊 那当然韩国瑜我也不觉得完全能够排除他啊 这个韩国瑜虽然说这个动作并不是很大 但是毕竟他有张三郑在桃源支持他嘛 这个韩国瑜还是党内有相当大的韩粉的影响力啊 那张亚中也不是好惹的主啊 当年这个朱立伦跟张亚中竞选党主席的时候 张亚中票并不又少很多嘛 但总体来说我觉得朱立伦的声势在往上走 侯友宜反而是声势有一些不尽责退嘛 因为他一直也没有很明确的松口 现在主要拱的是中国时报在拱嘛 这个春节前中国时报出了一大堆这个 一直到去年选举之前 就是侯友宜中国时报在拱 说这个侯友宜这个选上新北市长以后 马上就要就要去参选总统了嘛 但是在这个问题上 因为你毕竟才选上市长就任了两个月 你马上又去选总统 那不是跟当年这个韩国瑜落袍 有类似的情况要被人骂嘛 所以这个侯友宜要解套的话 等于是要全党大家一起出来拱他 一起要征召他 他为了国家牺牲 他才出来选嘛 不然这个合法性有问题嘛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 他的呼声虽然说是很高 但是要党中央直接征召侯友宜的话 那朱立伦赵少康 什么韩国瑜张亚宗这些人不服嘛 对对对就是说 这个我觉得郭台铭侯友宜都在等着三顾毛鲁嘛 但是他们自己争的头破血 所以三顾毛一次也不来嘛 对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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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个毛鲁里面一直等到 等到头发白掉 我觉得我台铭 国民党要吃三顾毛鲁再把郭台铭 请回来 假设说朱立伦要三顾毛鲁去把郭台铭 请回来跟侯友宜进行初选 这逻辑不太通嘛 这个政客没有那么高尚的人 对啊那为什么图什么呢 这么多年从政 对对 所以说你觉得这几个可能性 那还是朱立伦的可能性比较大了 我觉得朱立伦的行情有在上升 他是上升行情 这个侯友宜是开高走低 开高走低 对一点点 朱立伦行情有在上升后 又有开高走低的状态 郭台铭是由于由于由于到最后由于 他自己也还是由于 就是他现在是 他现在有 郭台铭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如果他国民党 假设说朱立伦三顾毛鲁 这个把郭台铭请出去回国民党了 万一再办一次初选 郭台铭再输 那他这个老面子 往哪里搁啊 他这个这个郭台铭是一个很要面子的人啊 对啊 他输不起的 这个上一次已经被吴敦毅骗了一次了 搞进去跟韩国瑜出选 这个非韩不投 这个郭台铭输掉了脱打 现在你如果再被骗回去一次 再出选你又输掉的话 那郭台铭就跳楼了对吧 所以郭台铭不能输 但是朱立伦不能保证说侯友谊不跟你出选啊 对对对是这样 对啊对啊 就哪怕朱立伦自己不选 他也不能保证侯友谊不出来出选啊 那侯友谊如果不能保证出选的话 郭台铭怎么敢回去国民党呢 对对对 如果再选说 他觉得国民党在羞辱他 对啊 我被羞辱了一次 我还被羞辱第二次 那不会吧 对啊 没有那么蠢的吧 好 那我们再讲一个就是国民党现在赴金门 这个金门高粱得以解禁啊 但是有官员批评他们 这叫加害者变失恩者嘛 就明明我给你进了嘛 对 就我把你腿打折了 然后给你服上高腰的话 对 你要感谢我是这种估计 您对中国这颜算操作 您怎么看 我觉得这个真的纯粹是政治操作了啊 但本来是这个很正常的 这个台湾很多食品长期出口到中国 那这个中国要有一个所谓的这个食品研究 什么出口到中国的一个登记制度 这个登记制度是 是理论上是对全世界统一执行的 但是台湾要提前一年就登记 所以台湾就来不及准备嘛 而且要求披露很多这个非常机密的信息 有的这个整个这个食品怎么制作的这个信息都要披露嘛 那所以现在台湾的很多这个食品制造业的很多这些 这些工厂他们不愿意披露这些信息嘛 所以干脆就不再登记了 那被打回来了 那这样的情况就造成了很多台湾的农余产品食品 卖到中国去就受到受到影响了嘛 那所以这个国民党的这个金门的立委就很着急 因为金门高粱出口到中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市场嘛 所以他们去跑去是要求这个对金门高粱和对金门的产品 呃放行 那所以实际上国台办就等于是做求给国民党的立委 说啊你们来求我 你们来扣头 你们来贵我了我 那我就这个呃把金门高粱放行 让你们可以挣到点钱 那这个这这种这种做法就是我本来是共产党抢你的 现在你来贵了扣了头了以后 我就又给你私恩 然后这个呃让让我这个可以做统战 给一点小红利啊 嗯这种这种做法就是等于是 共产党是完全是一种软硬兼施的一种一种统战方法嘛 那公民党当然这些立委就跟着去配合嘛 嗯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很糟糕的一样子就是中国统治 共产党统治中国人民就是嘛 先把你的自由全给你剥夺了 然后再给你一点点自由啊 你觉得好大的恩惠天天感谢党 先共产了 然后再把你的给你一点小恩小费的工资 说我感谢党给你点饭吃 他们就感谢党 对所以这根本不是正常贸易嘛 就是说在日本如果日本进了台湾的某个东西的话 你立委去再多也没有办法 如果违法的话 好那我们今天时间到了 非常感谢大家